COVID-19的疫苗 大概這一次 我們是從COVID-19所獲配的40萬劑 40萬.400劑 那昨天在台灣的時間 在台灣的時間 清晨大概是3點鐘 從阿姆斯特蘭起飛 那今天下午等一下 3點44分會到達 那我們希望這些疫苗都是非常珍貴的 那由於整個的一個疫情的變化 我們會要求 在各個在分配的時候 我們需要控管一部分的疫苗 然後供我們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來使用 也供給第一線在防疫人員所使用 比如我們現在需要大量的運送 可能確診的一些病患 那相關在運送的人員 都需要做適當的保護 那才能夠讓整個人的 人員的安全 在做防疫工作人員的安全 才能夠得到健康得到確保 不管是我們集中檢疫所 防疫這些加強的一些防疫旅設 那或者就是說在採檢的人員 他們都是曝露在高風險之下 相關的提出快篩的要求需求也非常的高 那未來我們會提供一部分的快篩試劑 讓醫療的單位來做使用 那至於有些企業要購買 其實在使用這個快篩的時候 看起來很方便 可是事實上呢 若沒有適當的一個指引 讓他明白這樣的一個陽性陰性 各個所造成的一個效果 跟它的可能性 那可能在會有誤導之前 所以我們會訂定相關的概念 然後跟專家來做討論 看怎麼樣的使用才是最恰當 有能夠來做一點這個有到達防疫的效果 我們對於相關的一個確診患者的一個熱點足跡 換句話說我們會運用我們相關的資訊的系統 那把確診的病患的足跡 全部都來做相關的整合 劃出熱點的區域 劃出相關的熱點去 換句話說這個區域是確診的人去最多的 他也有可能是一個感染源 那當然也有可能因為確診來到 而帶來一個風險 所以在那個地方就要求一定要設計 增加篩檢站 那另外在篩檢的時候 也要跟民眾來呼籲 並不是大家都沒有狀況 沒有情況 就去檢驗看看 這是一個浪費資源 而且在裡面有相關的熱點區域裡面 那完全沒有狀況的人去那邊 也許會有增加自己染疫的風險 只要呼籲就是說有接觸死的 有症狀的 那才來到這樣的一個篩檢站來採檢 大家都能夠把醫療資源做最適當的使用 那也能夠讓整個政府 及早發現可能的一個傳染源 除了昨天所說的 就是兩期的這個院內感染事件 就是指這個亞東醫院跟高雄的人會醫院之外 我們今天是有新增一個這個 血液透析中心的一個群聚事件 那這個也是在台北市的一個血液透析中心 那他在這個病患本身 有一位洗腎的病患呢 是在5月12號開始有一些虛弱的症狀 5月13號發燒 那後來有就醫採檢 確認是陽性之後呢 那這個診所自己本身呢 有這個去購買快篩 來給他自己的員工 跟他這個洗腎的病人 來接受快篩 那我驗出4名陽性 那我們在得知這樣的一個情形之後 也跟衛生局一起到這個 洗腎中心這邊去做相關的一些 匡列還有感控的一些這個原則 所以目前他們這些 11名工作人員跟67名的病患 全數都列為這個居家隔離的對象